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星期四 今天想要来分享怎么样去操作你的火药枪 以及操作后的简易保养 那我这边目前有两台 一台是DX460的 一台是DX450的 这两台都是喜德丁厂牌的 那我们先来分享怎么样去操作DX460的这一台 火药枪顾名思义 它就是要有火药以及冰子 这个比较适合用在没有空压机的地方 没有电的地方 我们先做简单的介绍 火药的部分 那这边有写数字的排列 1234 所以我们装填方向就是 尖的这一头朝上 接下来我们就是先将火药装上去 听到卡一声 就是它的第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第一个位置没有火药 所以我们再往上拉 它每拉一个位置 它就会卡一声 那就是拉到我们有火药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一台机器钉子装填比较简单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让它卡住就好 如果可以推进去的话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直接 用它附赠的工具 长条状的铁棒 我们把它推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它这边是可以调整它的 挤发力道 就是往这边按下去 就可以调整1 1.5 2 1此类推 最大就是到4 那因为我们示范的话是用木材 所以我们直接调到1就可以了 用最小的力道就可以了 这样子 然后它会卡住 它的安全扣就是要压下去 压下去它才可以击发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按 是没有办法击发的 一定要压下去 因为这种火药枪它的 冲击力道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稍微用厚一点好了 那我们就是压下去 直接击发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而已 它的操作上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哇 它还是打过去了 OK 就这样子 那我们这一把枪 它还有多一个枪头 那我们一样来分享 怎么样去安装这个枪头 它的功用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也是单发的 这一台它是可以 换成连发的这一种枪头 不过我这边没有 那我这边有多一个这种枪头 我们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换这个枪头 枪这边有一个按钮 我们把它按下去 然后转开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活塞杆在这边 活塞杆是消耗品 所以我这边有多买了一组新的备用 这一个一根就可以用很久 我们要换 先把活塞杆推进去 然后把枪头对准 然后把它压进去 然后把它锁紧 这样就可以了 它这边是可以 校正枪头的方向的 像这样子 通常我们都是把它回正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 我们一样稍微测试一下 那我们先装一组钉子 把它稍微推进去就可以了啦 然后装填火药 枪头换好以后我们测试一下 OK 这样子 这个枪头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使得钉过去了 到这边 那这样子测试就正常了 那我这一篇 喜得钉的DX460的火药枪 操作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进行订阅和分享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